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边境开放在集,有望全面开放! 边境开放在集,有望全面开放! 天啊,好想出去玩喔! 你说什么? 没想出去玩? QBOBO订房网绝对是你最佳选择 安全国内旅游订房也可以吗? QBOBO暑假开始提供一般国内订房服务 还有真人客服功能 有任何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取离 真的太棒了!我要订房去吧! QBOBO订房网,从防疫到旅游 是台湾国民的订房新选择 说走就走,QBOBO! 各位兄弟姐妹,相信不了! 今天路面开场,我长话短说 有一家很屌的店,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来宾 来邀请邰哥下班去吃饭 一江街街,四平街这边附近 好的店是还太多了 是你的地盘吗? 不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吗 那个官二哥就在前面啊 仲福园也在这附近 所以这边是美食基站区 算是一个基站区 而且这边你看喔,班桌距都很高 十几二十分钟就一桌 十几分钟,所以这家OK 你觉得应该OK 然后今天这个来宾呢 台哥说他好像有跟我们合作过 我觉得好像有合作过 我觉得好像有合作过 我觉得没有,但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你现在是有一种性格小生的感觉 但当胡子跟鼻毛已经分不出来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最近有这个混扰 那是胡子还是鼻毛 你在贴那么近干什么 我早上已经剪过鼻毛了 如果说你现在还有看到我有鼻毛的话 那就是因为当五绝快要到了 当五绝快到了 当五绝快到了 当五绝到的时候呢 他就会鼻毛拿出来绑重 我塞一下一下 然后我们去店里面找神秘的来宾 Let's go check it out Check it out man 朋友说有什么神秘的 我就写在标题 就没错 就是标题上写的阿翰 阿翰啊 OK,对啊 OK,Check it out,yes 十二 好,欢迎阿翰 大家好 好,欢迎阿翰 我是阿翰 真的很久我没有看到你 四五年 这么久 四年左右 有四年吗 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 第一次碰到面是因为我们 是杂质拍摄 是杂质拍摄 我那时候很有礼貌 我就是一直举弓 他一直都非常有礼貌 我们再厘清一下缘分 所以就是没有来过木耀 没有啊 所以有杂质合作过 对嘛 他很早以前有模仿过 那个台哥模仿过那个 那是什么好吃 超级好吃 你啦,你是菜市场 他有模仿过 有有有 他点字啦 对啦 你点很多字 我就模仿他 他老后来认识的嘛 你模仿过 对对对对 你弄的啊 我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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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三年三班手工薯条 超级好吃 然后后来他就有一些什么 阮月娇啊 阮月娇 阿兵妹啊 然后雪姐 真好 阿兵妹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 是 那个很多人以为是最近 不是 九田玄女是很久以前的 真的吗 算命来 滚着就有了 四年前就有了 对不对 就出道了 算命阿姨跟那样 冬太太不是同一个人 对不对 她们是姐妹关系 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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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些 这些作品的表演 她是属于 一个人唱独角戏 基本上是属于 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 对 她是这一派的 还有一派是浩浩 也是属于精神分裂 你觉得他们两个 谁分裂的比较严重 她的那种 有时候是 她跟镜头对话 完成一个完整的演技 然后厉害的是她会模仿说 小人物的细节很像 然后是真的神秘命 你看她会自己跟镜头 神秘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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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创作就是 大多数是自己一个人 一演就完成 会不会偶尔想要 跟一些演的一起演看看 之前有跟那个什么 盧廣仲 不同的歌手宣传的时候 有难得尝试一下 像有宣传的 overed up 这边上你是觉得说 一时的心动 想试试看 还是你是觉得 天哪 这种的程度 可是你那个毕竟还是 一对一的 最细的方式 所以她群细的情形是少的 群细我好像没有很多镜片 你知道什么 就是说四人以上 或五人以上的场景处底的时候 你跟两人的镜头对调 可以说是大相近点 我来问一个简单 我有一天台哥拍一个爆笑片 一个角色的设定 找你去演电影 到底会愿意 可以去演他 可以啊 你根本不委屈 因为我不确定自己演 可不可以演得好啊 她讲得很对 因为她演员她就是这样 接到一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是开心的 我是觉得被肯定 对 被肯定她是开心的 但是你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呢 你在看到这个script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跟我想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东西就难了 真的吗 先接到的时候都是开心的 当然你接到一定要 因为她很开心 但是你看了剧本以后 你会觉得说真的吗 好像不怎么样 好像也演得不够好 好像也演得不够好 好像不适合我 或是怎么样 但总而言之 接到的瞬间 都是一个肯定 不会开心 之后再去了解 比如说有一个日本的大导演 他要拍 高见神域真人版 然后说你很适合演 同仁的老年 然后说一定要 你指定要你 不你定习不开 18同仁其中一个人 所以你接到这个offer 你会很高兴 同仁招业 然后你会幻想是18同仁 不会 然后等到到现场开会的时候 他拿来把箭出来 你想说 这样吧 她在工作上 时间差不多了 先点个菜 现在还点菜 有点饿了 是喔 阿咖在干嘛 这个点菜就相当的简洁有力 我们交给阿翰 好啊 唯一一个order 他就不太吃牛肉 真的喔 不太吃牛肉 还有一个 绝不能有香菜 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有香菜 压力很大 对 我很爱吃他的酸辣 可以 酸辣我非常喜欢 酸辣很好吃 非常酸 我喜欢酸又辣 酸辣猪肉跟鸡肉 酸辣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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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竟然很害羞 很可怕耶 我吃酸辣鸡吧 酸辣鸡鸡 我还会再吃那个排骨 越式排骨 它是什么样的排骨 就是干干的 它是大排去炸的 还是小排 小排 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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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卷我也会点 好啊 生存卷好 炸鸡鸡也来一个 越式炒饭 好啊 好 以上 我在网络上片段的资讯有一个 我看人家访问或许说 你创造的角色或多或小是 你成长的过程中 实际存在的领域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 没有一万 不是实际的 它是个集体的口音也好 都是人类 偷射人 所以领域是谁 谁又偷射人 领域是因为我以前读 那个大学是动画系 然后班上很多宅女 或是隔壁班的很多宅女 我都会参加他们的 执着感 因为他们其实有种很特殊的执着 在自己的领域上面 什么意思 就是譬如说 他们平常都很安静 可是讲到动漫的时候 他们会爆炸 不要说这个人喜欢哪个决策 那个人喜欢哪个决策 他们会因为这个事情 突然 很不爽 很不爽吗 嗯 动漫是不是漫画的意思 没有动画跟漫画 动漫是animation是吗 对啊 就比较日系那一面的感觉 颜柱是动漫吗 颜柱是动画 动漫 对动漫 它是动画 它是animation 那它是不是卡通 它硬要讲 硬要讲它也是卡通 卡通有种幼稚感 对现在人的定义 卡通是幼稚的 有会让我们觉得有种幼稚 会生气的时候 就是动漫好不好 所以动漫不幼稚 我们会觉得比较流行化一点 你觉得刚给人那种鸟片不幼稚 不 我 不要爱我好不好 因为台哥不太喜欢漫画 然后他也不喜欢npc 有很合理 我觉得你也能接受 台哥不喜欢百分之百 不会发射的事 虚构 像刚才在那边弄在那边弄 他觉得那个是不可能发射的 那A片是虚构的 A片 是可能发射的 他天天都在发射 怎么会虚构的 是喔 所以是斜石中的创作 它不是斜石中 它是一种 它是一种 神话故事 Dream 好男人的话题喔 天哪 今天的工商时间 我今年57岁了 老天爷竟然跟我开了一个 不太好笑的玩笑 就在我吹下我57岁蛋糕蜡烛的 那个moment呢 我获得了超能力 所有的剧本上面的对白 我竟然只要看上一眼 我就永远不会忘记 也许 这对某些演员来说 这是一个求之不得的能力 但是对于我来说 可以说是所有恐惧的总和 因为一旦被发现 我对剧本 过目不忘 残忍的百祥一定会逼迫我 演出许多 令人崩溃的戏剧桥段 或许逼我下海 要拍好看的电影 甚至于会让我演出重新 根本不可能达到的工商演技 这将会令我的人生分崩离析啊 比如说这个HONDA HR-V新的工商合作 这个已经是HONDA第四年 找我们工商了 HONDA非常清楚我的实力在哪里 我根本不可能记得住任何一句台词啊 所以他们就很低调的 用几乎看不到的淡灰色墨水印了几行字 像这样ACC主动式车距调节定速巡航系统 Full LSF低速自动跟车系统 CMBS碰撞缓解刹车系统 领先同级新增前行摩托车侦测 HDC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西部空间增加了3.5公分 疯了我记得了才有鬼了咧 但问题是我现在看过你以后 我竟然完全都忘不了了 你在看怎么看 你都记不出台词你看一下怎么干嘛 没有没有在看啊 我完全没有在看 是吗 真的没有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很奇怪 来你这边念一遍给我听 你台词念一遍给我听 呃 宏打E打什么V什么之类 不会嘛你怎么可能记得台词嘛 好啦我跟你讲你先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你等等能坐在车上 你很痴呆的比一个 现在最流行的韩国道V这样 你懂不懂意思看起来要看得很痴呆 然后你什么话都不要说 我会在旁边配OS 等我念完以后你就把V变成 Honda HR-V Yeah 这样会不会 这张好来准备Action 全新Honda HR-V 先进安全绝不容小觑 ACC主动式车距调节定速巡航 海夫LSF低速自动跟车系统 CMBS碰撞缓解刹车系统 领先同级新增前行摩托车侦测 还有这个 HTC 对 HTC缓坡抖降控制 Well 你怎么知道是HTC 你会背台词的对不对 我发现你就是会 那你给我出来 你现在会背台词的对不对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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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会背台词了 这台车聪明而且安全 帮助台照明完全不用背台词也可以拍工商 新一代Honda HR-V 除了好生活上更好用 让你不只有满足自己 还可以照顾车上所有人 这是一台会让你幸福的好车 感谢Honda HR-V 每年都让木耀有新的力量 挑战下一个里程碑 OK 来果 幸福 我能跟你讲 这绝对不得了 唉呀 这个酸蜜 对 它有种甜甜的味道 它有种甜味 哇 好吃好吃 它很优秀水水 是这样的 棒 真的假的 真的棒 甜不较来 这绝对是好吃的 謝謝 可以給我們三個小碗嗎 來 吃飯 太棒了 太棒了 耶 紅白莫瓜 剩菜巡洩 OK 我覺得很像我去越南吃的魚味道 是喔 這一家跟那個味道有什麼關係 沒有 是不是很快 我以前上班的時候 我就是那時候 上班附近的魚家店 你也曾經辦過上班嗎 我當樂半年就被擺了 我做那個幸福路上有個電影動畫 所以你是本科耶 對 我被擺了 為什麼我被擺了 因為我不喜歡上班 我會睡過頭 我覺得很累啊 我就不想要去 不應該被擺了 我就會在講 你為什麼不過一定的時間更新呢 我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靈感啊 可是問題是觀眾會等待 你這樣會有過觀眾的期待 可是我有很怕 我做出來我自己不喜歡 我會更顧他們期待 所以我永遠不要 你最多讓人家在等多久 我有陣子第一炒的時候 好像炒三四 快四個月了 很誇張耶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你們應該會十年 因為我們已經 養成了那個習慣 是喔 基本上也是別在管 但是自己有靈感之後 還在說 然後每一次數字也都不錯 我覺得這樣很好 他們改成就好了 沒有 跟你一開始怎麼了 那在盤上什麼 你一開始 跟觀眾觀眾朋友很大 對不對 我們現在趕快這麼講 對不起 我們已經七年了 現在在講 現在講 現在等於算不算是轉做YouTube 因為你一直都是在做Facebook 我兩邊其實後來全部都有 我都很認真在顧它 一起 但我很喜歡跟臉書人互動 因為可以貼一下白癡的圖片啊照片 互動起來更好玩 是 而且我可以看到分享的人 他們講的 我很喜歡大眾的會不會 會不會有人攻擊你 都會啊 你對於攻擊你的 你是如何處置 有合理我在看嗎 不合理我就會覺得還好 我不會 但是你先處置 我不會處置啊 他就說了處置 就是說你會不會 殺它 扁它 封鎖它 不會啊 你會嗎 我的那邊全部都是和樂融融的 你就知道會 所以你是不會被挑起你的情緒的 我自己就是我的酸民 所以我在上騙之前 我就會酸一遍 被酸一遍了吧 如果沒酸到就很好了 很OK 你就出去 那這時候朋友 你來在酸你的時候 他對他肾死不好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會被他擊敗的 除非是他誤解我說我歧視啊 或是我戲虐啊 但是因為我一直都 心態都滿正常的 正常的 對 正常的 所以我才會覺得我要 我真的應該要跟你回應一下 這怎麼會不會 你知道他們都很厲害嗎 他們懂得挑碰 也打我們 他就會說 你摸摸軟膠是在欺負越南人 然後我把你也是在欺負宅男 欺負我婆婆 欺負我婆婆 欺負台灣婆婆 會不會你突然有一個留言說 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家的越南人 媽媽根本就不是講話來這樣 跟軟膠是啊 對 他說我是越南人 你怎麼啦 我是土生土長 我土生土長的越南人 咋的 啥事兒 你說 大哥你是河南人 你不吃越南人 我就土生土長的越南 你哪有咋的 幹哪了你 沒有這樣 不好意思 你有吃過想學 比較一個古老的一個 傳統技藝嗎 策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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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玩 對 真的很好玩啦 你又喜歡自己演 可以在發明一個訣稱 自己在演自己 我問你 我想問你 你平常讀的時候 沒有在創作的時候 總是要應付的一些東西 會刺激到你創作的是什麼 比如說像我會看說 跟我的職業不相關的東西 你做什麼事 你會慢慢培養你下一個 聽歌 我有時候會聽歌耶 你知道嗎 歌曲有幫助嗎 就像有啊 有時候看一些老東西 以前有時候看 以前的頒獎電影什麼 我發現他們講話聲音都不一樣 很有趣 這個時代流行的口音 跟人物的表現都不一樣 對 他講的確實講 歡迎今天的 台志遠先生 我們今天是1986年 對 歡迎他 崔泰京小姐 的確是 好的 我們特別開心 可以到華時 介紹小燕傑的採訪 對 然後呢 今天是下一道彩虹的第一 三版98期 對 會有這種 不能講的 非常像 所以我會接收到這些 我沒有感覺過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把以前的這個片段剪起來 然後兩個對照 大家才會介紹之說 以前是什麼 對 怎麼會是這樣 歡迎你接下一個班長 這是很好的東西 所以今天 答案這樣講的 你也會有這種感覺說 我當年真的是這樣 但是你沒有意思 我看過啊 我是那個當年過來的人 知道 因為當年有 從而過 我就是當年的那個人 那你來拍都是在台北拍嗎 發臉 全部發臉 攝影師也在發臉 只有後製在台北 我就是跟他遠端連線一起丁畫面 這樣子 就每個細節都要看 你們也可以吃吃看啊 你就遠端丁畫面嗎 那我就去 你們可以搬去鄉下拍 那我就出去 那我就 那我就住日本了 我覺得可以耶 對 這樣講起來 你覺得你的個性是 比較確認 所以確認是 左傑性比較強的 還是說 你比較喜歡自己一個人 好像喜歡自己一個人 然後又比較被動 我希望人家罵我 變成我 所以我有個團隊會罵我 還不出便 工作性能 趕快工作 所以你錢是夠用的 可以啊 是夠用的 所以你不會因為 要賺錢這件事情而 讓你很積極的要 從事創作 因為我是覺得已經夠了耶 就是 因為你知道有錢用也用不完 當然 因為我有時候會發現說 很多藝人為什麼好像到最後 還是在那個舞台上 我不是說你 就是 Oh my gosh 為什麼還在那個舞台上 到今 已經34年 每一年都有新房貸 因為以財富來講 也許真的很多藝人 他們賺一賺 其實已經真的很夠了 已經可以舒服了 可是為什麼那麼多藝人 還是在這個舞台上 然後不管怎麼樣 還是死守 你覺得原因是什麼 是享受被肯定的樂趣嗎 我覺得是一個 成就感 其實也不是成就感 我覺得就是工作 就是一份工作 因為你想想看 退休這件事情其實是 漏幕很無聊的 你懂意思嗎 就是其實大家一起工作這件事情 是很快的 我懂了 我反問他一下 所以阿翰的意思是說 以你來講 你有可能做到一個程度 你覺得一切都到位的時候 你可能會做別的事情 好像你不會 因為我確實很享受這個工作耶 對啊 對啊 那你在問什麼鳥 我就不是在講你嗎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泛指的這個意思是 一定是有所感嘛 因為確實很多人 他們一直工作可以很多錢 可是其實有時候發現 那些歌手或是藝人 他們真的已經賺盒 很多了耶 那為什麼還要繼續做 可是他不做之後 他要幹嘛要沒事做 沒事 對啊 這就無聊了 還有一個 比方說你這樣講嘛 你到了一個程度裡面 你可能工作不是單純為了你自己 有可能是為了這個團隊 就這個團隊你很喜歡 然後你也做得很開心 所以你也希望 這個開心可以大家一直 延續下去 是這個意思 好 我只是有時候看到一些藝人 他們會為了 錢去做 傷害國家的事 可以 我會覺得 明明就很有錢了 譬如說 他為了錢 然後再去更 更貼近他們 他沒有商品 我都會覺得他明明已經那麼有錢 那他為什麼還要再多做這件事情 因為大家明明就很喜歡他了 沒有還想要更多錢 沒有沒有 一小城 多賺一點錢來 為我們國家做更多的事情 那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好業 撿進去這麼好笑 你因為這次吃飯有對韓哥 或是對我們整個韓哥的印象 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會覺得 真的那麼隨便 因為我看到那個 你現在已經開業了 你現在已經開業了 開業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專業的部分 因為我那時候會知道 有沒有什麼節目流程啊 或是要問什麼問題 你怎麼沒有 然後就開始了 然後你就進來了 我就覺得 因為我很容易緊張你知道嗎 然後就覺得什麼都沒有 可是就是 好 現在不行這樣對不對 好像還好 因為我上次見到你的時候 我就一直舉動 我一直記得 因為我很害怕 五年前的時候 你對韓哥的印象是什麼 他很有禮貌 我怎麼會這樣講前輩 他很有禮貌 這前輩挺上道的 很有禮貌 就是他好像看到 你好 我就覺得 有點奇怪 然後我就比他更有禮貌 然後他又更有禮貌 兩個就玩這遊戲這樣 對… 今天算真的 好像一個朋友很聊天 有講到 有聊到天 這個聊天它是這樣 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放鬆 我有放鬆 我有放鬆啦 講話比較不得的 不會啦 不會 就是要… 就是要放鬆 所以他剛剛說你說 你會很怕 就是跟人接觸 會不會跟小時候的一些 成長環境 有關係 對 尤其是碰到男生 我就更成長 朋友嘛 同才之間 會有 Pingager的時候 會有人欺負你 會啊 因為我 我不會告狀 我就覺得 告狀就是柔弱的展現 然後大家欺負我原因就是因為我 我比較像女生 然後我自己比較柔弱 我就覺得 我既然都被欺負了 但最後一個關鍵點 我就不會告狀 然後就有很奇怪的堅持喔 然後大家覺得更好玩耶 然後就瘋狂鬧 真的喔 這什麼意思 我不太懂了 就是… 我會被欺負 對 但欺負到最後一個防線 通常要告狀的時候 我會莫名其妙有一個 很奇怪的堅持說 我只要再告狀 我就是展現我更柔弱 所以你流的鼻血 然後這邊眼角有一些眼屎 然後就是不告狀 不告狀 所以你是有被同儕這樣霸凌的嗎 沒有 超嚴重 有霸凌嗎 我覺得那應該算霸凌 他會把我寫那個 性別上面寫XXX 這樣不行 然後會忍者上面 都是全部都是 立刻擺的那個帳範 然後把我丟到那個池子裡面 然後我去撿他 可是因為我 有把你人丟到池子裡面嗎 沒有 比較重點 對 這種你其實讓小朋友 很難承受 這個是幾歲的時候 我… 六年級 你居然不跟老師報話 你就不對耶 所以我也覺得 還是要跟老師講 只是我那時候不做 沒有 我這輩子最恨的就是 霸凌別人 我覺得 強凌辱 重爆廣 最可恥 那你以前有行俠障音嗎 當然有啊 我靠 我一個鑽頭過 就把人家打著 這個不能過 又來… 又來… 我們這次出個大外景 就要來 可以啊 下次可以 你知道我們有運動會嗎 沒有 我很不會運動啊 不行吧 那就沒辦法 直接做 我可以努力啊 我可以跑 我跟你講 你這樣直接表達是最好的 那我們再想一個別人 或者是不是去… 如果他可以用不同的形式 參加運動會 對啊 他可以當那個啊 阿南山 阿南山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東京駅 大家好 我是東京駅 我是東京駅 感覺跟你出國都會滿好笑的 外景 到時候開放的時候都有 趕快開放喔 趕快開放 這次在求誰 趕快開放喔 訂購我快點去死喔 拜託喔 好啦 我跟你講今天這家是 這店名叫什麼 開越 越來美食 好吃 真的好吃 今天跟這個 阿翰聊一下呢 更了解 他其實是一個 導演型的好演 沒有沒有 需要大家的 導演型的好演 所以他其實如果慢慢的來的話 他可以 嗯 將來更可以培養成 自己本身是一個導演 也沒有我現在是需要導演 我的夥伴一起 慢慢的 所以你覺得你自己也滿喜歡 可是我也很喜歡想東西 因為都自己跟我的夥伴想兩個人 這樣子 而且又可以自己又會畫畫 都彩都彩 像這樣的年輕的藝術家 我們要多給他一些表演的空間 要給他機會多多支持他 好不好 希望你的留言多多鼓勵他 謝謝 謝謝邰哥 我是幹聰哥 謝謝 很好玩 很好玩 今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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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希望木耀的名字 可以有自在你某個影片 裡面的一個小同學 台字元 這是太明顯了 台字元 大家都會add他 邰哥 你謝謝 不要 不要講台字元 體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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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他去菜市場 去菜市場 一個阿姨叫我的名字 你說叫台字元也可以 他叫我體字元 三個字都錯 體字元 體字元是什麼 他這個是藝名嗎 不是不是他叫錯了 他叫錯了 他叫錯了 什麼藝名 Oh my goodness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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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